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护众生讲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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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明镜月等时如来殊胜功德加持日 又比昨天多了一些功德 今天所做的一切善业 都是十亿倍 那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功德 就像你养了一百个孤儿院 那这些钱都要你付 所以不得不有这么大的福报功德 不然这孤儿都要饿死了 所以做一个愿意发菩提心的菩萨 那整个世界 你生病的时候 来自你根本吃不下饭 所以一心一意的 来自跪下来求医生 来自用你的生命 都希望他能够快乐的活下来 那所谓愿意做菩萨 那各位叫时时刻刻存 这种大悲心去感受 而且去承担去负责任 对所有的众生 当然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悲心承担责任 你根本没有自己的贪嗔痴了 你不会去想这个事情的 就像你儿子正在生病快刀 那时候你会想去化妆谈恋爱 那时候你的内心的这些 我的事情一下子就可以放掉 因为那时候你只一心一意的 在为对方的生死而担心而尽力 那我想各位如果愿意受菩萨境界 那就要从内心里面真实的发起这样的心 如果你发起这样的心 你不可能会有 所以燕青在主没超度的 因为一直得到九玄七祖进超胜 所以我们了解了佛法的殊胜 那你的生命变成众生的功德 更是父母祖先的功德 所以连你的魔鬼都要倒过来尊敬你 就像不动佛因地发心 所以灵舍生命不起称慧的 要去帮助众生 连魔王都做他最大的护法 那各位今天如果真心的要得到菩萨界的戒体 那首先各位叫愿意从心里面发愿 我是一个愿做一个菩萨 没有所谓自私的欲望感情 也可以说做一个菩萨 你已经没资格去爱什么了 或是去恨什么了 你不能生气的 如果你生气 就算这个事情明明你对对方错 你都没有资格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做错的人也是你要慈悲的对象 所以慈悲不能说 我是救狗的 结果你怎么去杀狗 我就来骂你 就来伤害你 现在我发觉有很多 这些所爱动物人士 做的方法有点问题 去攻击人家在杀神的 投牌他正式抗议攻击 老师说 如果那个养猪的养狗的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会这么做吗 不会啊 因为对这个正在杀业的人 你也要慈悲 对这个被杀的狗 你也要慈悲 那可以 你不能为了这个 然后去伤害那个 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了解 你不可能跑到别的宗教 你们去抗议 你怎么可以吃牛肉 那你不是引起人家的很大的痛苦吗 所以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各位很多人说 哎呦 受菩萨界功德很大 强哦大家来哦 但是呢回去就跟他太太先生翻脸吵架 为了一点小事 所以那对方就觉得说 你们吃素的人怎么这么不慈悲啊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慈悲必须平等做基础 我们叫平等舍 叫冤亲平等 你既然要慈悲 对两面都要慈悲 对方做错了 更需要我们用悲心 用柔软心去感化他 而不是去正面的攻击他 甚至登报纸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上媒体去攻击他 所以我想在这样 然后他这个就美名 他说我是佛教徒 所以我要这么做 这个是不对的 甚至各位永远记住 千万不要用佛法的余句去骂人 比如说你这个人不慈悲 因为你用佛法的语句 那你已经破了你的悲心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各位要做个菩萨 那你要问你自己是不是菩萨 那是菩萨 那你就没有资格去贪心 去称慧去分别 那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们修行菩萨叫发心 就是一开始你愿意做菩萨 那你要有一大声奇迹 叫什么 你也叫福心 那为了要做菩萨 你要把你自己的这些贪嗔痴消除掉 降伏掉 那你才可以得到一个菩萨的智慧 叫明心菩提 所以千万不要千千万万不要 学了佛以后去指责人家的错 甚至我也看过一些佛教徒公开在街上 找那些他所谓的假和尚 一直攻击他脱他衣服 那个脱人家衣服 这个在家人家下地狱 各位你敢不敢去佛像面前 把他扮的丢掉 这个佛像也是假的 它是木头的 铜的 所以在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不了解 所谓菩萨的意义在那里 所以 今天你要内心一起深刻心 说 比如说你是吃素的 看到一个出家人在吃素 你过去去骂他 那你已经失去菩萨的资格了 你已经破菩提心了 因为你起了憎恨心 所以 对方吃肉 哎呀 已经够无名 够可怜了 所以我讲佛教的方法 你不能用世间的方法来想佛教 所以为什么要有一段时间去思维体悟 不能用世间法来经营佛教 比如说有些人改道场 然后就用世间法攀缘 找有钱人黑白两道 然后搞大法会 多少钱多少钱 终于把它盖起来了 但是他这个过程都是不如法的 不慈悲的 所以就算你把寺庙盖好 一点意义也没有 反而造更大的业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菩萨 就像我们出家人 别人说你是出家了 别人可以犯错 你就不能犯错 因为你一个人犯错了 所有人都指责你这个出家人 指责你这个学佛的人 就像各位你有家庭 你们家一二十个人 各种亲戚朋友 你一个人做错了 你看那个拜佛的 那以后呢 整个佛教就被你伤害了 他们更有一百个理由不信佛 所以各位有心要做菩萨 那你一定要非常了解 做一个菩萨就是 被剁成肉酱的时候 还在对对方慈悲 因为你要显现这种菩萨的力量 就是忍辱慈悲的力量 就像各位读《金刚经》 那一位忍辱 佛陀过去做忍辱菩萨的时候 国王挖他的眼睛 斩他的耳朵斩他的手脚 你要做菩萨 你要修忍辱 我看你修不修 那我们忍辱现在一点都没生气 他只是对国王生起悲心 国王我将来成佛 我第一个要度你 也许谢谢你成就我的忍辱 让我了解你现在扛我杀我的时候 我居然没有起心动念 哎呀我真的真的空性了 所以还感恩国王 还发愿要度国王 所以佛陀成佛 第一个度的乔诚如比丘 就是这位国王 叫歌力国王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做一个最世俗的比喻好了 你的朋友欠你钱 而且在你最痛苦的借给他 不还给你 那个时候你不能生气 那你生气破功了 一念称心起火烧功德灵 就是你过去做的都没有了 明明对方错 那各位你要准备好啊 你现在最爱这个老公 爱得要命爱得要命 你现在来受菩萨戒 他外面带小衫正在快乐呢 被你知道了 那个时候你们 阿弥陀佛 好在我受菩萨戒啊 我一定要度度老公 更要度对方那个女生啊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造业啊 好可怜哦 你还要更生气悲心 你不能带着练猪一直骂他啊 这个叫一手练书一手刀 那这个都是假的 所以各位 也意思说 那做菩萨这么痛苦啊 所以要守戒啊 虽然你发菩利心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就是伤害菩萨道 败坏菩萨 伤害佛教 因为你摆明了你是菩萨 所以我师父也常跟我说 你们穿了出家衣服 对方再怎么错 不要再公开这样 骂人眼睛瞪着像鬼魔一样啊 那因为你已经穿了这个衣服啊 你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你都要时时刻刻忍辱啊 时时刻刻 你去素食餐厅吃饭 你千万要把它 什么都把它吃完 拿着袋子装回家都没关系 你桌子上还在弄干净呢 因为不要被人家 餐厅老板 没水准的出家人 没水准的学佛的人 那就完了 这个叫什么 断人法身毁灭 因为这个人一骂 这个人永远没学佛的机会了 所以这一点各位 菩萨伟不伟大 太伟大 菩萨是人天导师 人天师 菩萨就是要做天神都尊敬你的 世间的人都不忍心伤害你的 明明你是 你跟他立场不一样 他也是被你感动 何况鬼神呢 所以曾经有一位法师 他很喜欢超度 他认为超度有功德 结果每天都有很多鬼魔找他 他没办法睡觉 一直生病 他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他到底哪里出问题呢 他觉得我很认真啊 后来就问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就说 你的冤心在主 看到你就恨 你还度他 因为你那么傲慢 骄傲 这些鬼都有他心痛 你一点菩提心也没有 超度众生是一种骄傲傲慢 甚至利用佛教在练才 那你这些冤心在主 别的鬼可能被你骗了 冤心在主太了解你了 他就天天故意找你麻烦 看不起你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最亲近的人都看不起你 你要叫别人看得起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 增发菩提心里的堕胎胎儿 不可能不超度的 增发菩提心里的祖先 不可能不超度的 那如果你没超度 那你一定你的心态 没有符合菩萨的心态 这一点永远 要去了解 不然我们天天做员工 慈悲慈悲 没错 结果你的祖先恨死了 你对我不好 所以各位我们要做 为什么要一直一直思维 慘愧心自己的父母 祖先多胎胎儿 你要首先对他好 做的都是替他在做 先要去帮助他 超度他 对他生起慘愧心 不然跳说 我对众生好 你干嘛不超度呢 所以在这一点 那各位一定要 读很说大乘经典 以及亲近的那些 发菩提心的菩萨 去了解 那是多看祖师大德菩萨传记 然后知道 做一个菩提萨多 菩萨就是菩提萨多 以菩提心来净化自己 以菩提心来利益众生的 那这个叫菩萨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 很喜欢叫人家抹抹菩萨 就是希望你真的要记得 发菩提心 这是大乘佛教 也是佛陀的本怀 佛陀就是要众生成佛 因为众生皆有佛性 那什么叫菩萨界呢 那各位今天开始 你做什么事情 不能用你的个性 你只能用你的佛性 来做事情 那佛性就是一般讲的 民心见性的性 那像是各位我们凡夫 就明明不知道 那佛说没关系 那你就按照菩提心的戒律去做 那就是佛性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四度一切送生 种种的菠萝蜜 这个白纸黑是写得很好 你就按照这样去做 那你就可以成为真实的菩萨 那做菩萨那不是什么骄傲 那是为了 念一下 发菩提心 铺度众生 同臣佛道 那你就要开始用心了 你不能说 我受到菩萨界 我平常喜欢打坐看经典 移民到德国 这个风景不错 没人找我 天气又好 那你为什么不去非洲呢 你为什么不去穷苦的地方呢 那你只是在享受你自己的快乐 生活上的安逸 那这是菩萨吗 各位要想 既然做到菩萨 我们也有惭愧心了 惭愧心 我很想去 但是我资格不够 但是至少我尽力尽力 在自己的本分 我天天为非洲天佛 所以昨天巴基斯坦又为了选举 那结果有一个人绑了自杀的炸弹 正在大焦 就爆炸了 当然他也死 现场死了128个人 现在还在抢救 有很多人会死亡 这个人他认为他对 因为你跟我对立 我要把你对方干掉 他认为他对 这就是很可惜 虽然他认为他要保护他的这些政见 他的选举的人 结果他去伤害到对方 他认为 我为他 为我自己所要的去牺牲 事实上 这个是错误 所以做个菩萨一定要有智慧 如果你没有智慧 有分别心 那你就会 国与国 党与党 民主与民主 宗教与宗教去打仗 就像古时候 你要不要信我教 不信我就把你烧掉 杀掉 赞同 但是他认为说我对 但是真正的菩萨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听佛法 思维 看经典 然后要用你的佛性 来做事情 那佛性就是佛陀给我们制定好的这些戒律 所以这些戒律都不离开断恶修善度无众生 但是佛陀首先要问你真心发了吗 什么叫菩萨 你也讲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承担所有众生的苦 把所有的快乐功德 毫无保留的供养众生 吸收他的苦难 你要有决心 所以菩萨为不为大 他有味道 那我想各位知道 这个思想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 告诉你自己 现在别人叫你站在前面去救人 你可能会第一个死 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到 那我儿子怎么办 我家怎么办 你就做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你想到 那我死了 我可以救他 我可以救几个人 我太欢喜了 因为我生生世世 能够为百千万亿众生这样而死 所以菩萨你必须放弃自私 你要放得下自我跟我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行菩萨道 被割头啊 被挖眼睛啊 被挖骨髓啊 被百千万亿动物吃啊 佛陀说 必须这样去实践 在这边才知道什么叫菩萨道 而且能够跟众生结缘 而不是一个理论的 理论的 所以菩萨道首先就不怕苦 不怕痛 因为这个苦跟痛 它是消除你自我爱惜最好的方法 所以修菩萨 念下来 自我爱惜是魔鬼 只要你爱惜自己 爱惜自己有些人是身体可以吃苦 但是他理念上 他坚持你要跟他的想法一样 那这也是个法治 这也是魔 我叫你念一万佛 你怎么不念啊 对方明明就不会念 能够念一百声就不错了 你不要一直很 一种强迫式的 一定要对方怎么样 就像我们这些小朋友来 来这边坐我们都很欢喜 太好了 他还没回家 坐得住 不行 小朋友早上起来四点 拜拜拜拜拜 拜让他翻脸 是你把他赶走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我也看过很多人去 办出家营啊 或是真的出家 那种比魔鬼似的训练 那这个严格的人 怎么会做菩萨 有时候我就看他都不笑了 这个脸都不笑了 这个叫菩萨 被他杀了不错了 因为他把这个戒律当词 要去衡量别人 打击别人 认为我对 这个就是一种自战回他 我对你错 那就会产生一种 我慢 我是救世主 你们都是魔鬼 会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宗教如果没有这个空性平等 他就会变成一种狂热跟对立 所以我们很有这个福报 学佛了 但是你要 特别各位在欧美国家 你要把佛教徒 跟所有其他宗教的不共 不一样插在这个地方 你要表现出来 你如果没有表现出来 那就不叫菩萨 所以菩萨不是用戴炼珠 读多少佛经吃树来代表菩萨 菩萨是一个把所有众生 都疼惜放在你心里面 就是不疼惜自己而已 所以要把众生放在你心里 如何让他一步一步一步 度人不能光一次就度掉了 所以佛陀过去 这个脸被打了将近八万年 八万年 被弥勒菩萨每天打每天打 打脸踹他 为什么 他为了要去度他 他知道这位年轻人 那时候人的寿命是八万岁 一死了就会下地獄 后来这位年轻的富有说 你被我打那么久 你为什么都不走呢 他实在他自己也不好意思 他说 再剩下几天你就要死了 而且你死了 我怕你去轮回 或者希望 你这辈子 你明明过去有发心 如果你这个时候 能够了解一点点佛法 你愿意跟我讲话 然后呢 他就把佛法告诉这位 他被讲死七天 哎呀 这位那个时候 这个就是弥勒菩萨 他终于知道自己错了 至少在他死之前 发起菩提心 但是佛陀那时候 为了要度他 你看被打了 将近八万年的耳光 踹啊 打每天 就像一个女人 为了追男人 天天跑到他面前给他看 我又换你 你又不看我 他为了要抓勾引 对吧 这样 那菩萨的目的是 是为了要勾出对方的佛性 不让你去轮回受苦 所以我这样 不断的强调 是因为后面要问这个 我也不想你骗你自己 我也不想你骗我 重点是佛菩萨也不希望你骗他 全部把我们请来了 都是假菩萨 那佛菩萨掉眼泪啊 佛菩萨就是只要有一个真发心 他都高兴啊 这个世界 多了一个未来佛 为什么 虽然你还没有成佛 一个愿意发菩提心 在这个世界已经在发光了 这个小小光啊 可以变成大火了 因为他永远不会暗 这个黑暗的无明的世间 多了一点光明了 有缘的人就会看到这个光明 他要去追求光明 就像这个世界百千万亿的石头 只要有一颗钻石 谁都会接近那个钻石 所以我想我们行菩萨道 不是成佛在来度众生 因为你用菩提心受菩萨戒 那你就代表佛 在这个世界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了一句话 来 比丘代表佛 所以出家人的身体 代表佛在这个世界 所以各位 当你在拜佛像的时候 看到出家人 要更尊敬 出家人代表佛 所以虽然这个出家人是假的 骗人的乱七八 但他穿这个衣服就代表 这一点各位还是要有这个信心 这个出家人 他骗人 骗人 你还是可以过去供养他 那跟他说师父 你要慢慢给他讲 真希望 你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出家人 你要一直一直去鼓励他 就像释迦佛以前度弥勒菩萨 我宁可天天故意去供养你这个人家 说你是假的 用真理 用慈悲去感动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有耐心 所以 因为佛陀说 他是这样而成就菩萨道 所以 作为一个 想要解脱不能有贪心 想要做菩萨不能有称心 贪还可以度众生 因为抢功的 撑会伤害众生 会舍弃众生 所以我讲了那么久 我没有对各位很大的压力 只求各位不要生气就好了 不要抱怨 再大的逆境 这是我修空性 修慈悲最好的祝愿 各位要宁可做一个没有牙齿的狗 只有尾巴 只会这样而已 决定好了没有 这是起码条件 这还没有发菩萨心 至少我永不伤害众生 不让对方在身口意 因为我 而有一点点 退转 难过 那进一步才发 那我要 帮助所有众生 那叫发菩萨心 发菩萨心就说 众生的生死 都是我 个人的责任 不分 它是一只苍蝇一棵树 我要为这个而精进 所以我要保持一个 圆满的菩提心 这样功德 变成百千万亿倍 所以各位一天到晚 听我讲佛陀说 真实用菩提心 点一盏灯 超过世间人 点百千万亿等功德 至少各位在点灯那一叉 真的这样想就好了 所以你要一直点灯的时候 供水的时候 供香的时候 因为这个世界 就突然有一个大闪光 一刹那 所以叫一念正觉 一念静心 一个念头就不可以 就像各位 很长的时间 终于有一天 首八万再结 那你这一天的八万再结 是解脱的功德 就可以让你六十小节 二十小节 正是发现了 是两百万节的富贵自在 你富贵自在到小事 这几天我们在德国短期出家 这几天整个德国都会改变 整个人事物都会改变 你要了解 做一个心态 一心创造始法界 所以每个人的心 都在影响这个世界 还要换我